近日央视掀起一股民嘴出走热 李勇 白燕生 王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离职 人们对于主持人离开央视后的发展可谓是相当关注 在2010年就离开央视的主持人王志 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助理 日前某知名博主曝光了一组王志的工作照 曝光的两张照片正是王志来到分院调研工作时所拍摄的 王志1994年2月进入中央电视台 任东方之子栏目记者和主持人 1996年2月任新闻调查记者和主持人 2003年1月任面对面的制片人 主持人和记者 主持风格犀利理性 挑剔但不轻狂的质疑 使王志获得非常主持的赞誉 2008年10月 王志到丽江市挂职锻炼 出任丽江市副市长 2010年9月 王志被任命为中国洪积会支部书记副理事长 由此正式离开央视 2012年8月 王志被调往中国传媒大学任校长助理 此后 王志便全身心投入工作 很少在媒体露面